秋葵吃起來想想 台灣人有很多人不敢吃 但是秋葵有豐富的營養成分 路草行農會為了提供在地好融散 特別邀請中工管理行業工師 贏得分現場來喜歡 秋葵冰沙 秋葵美人的創意料理 口感也拍拍一包人對秋葵的印象 冰火拼上秋葵冰沙的大尾很受歡迎 兩兩一杯很順口 秋葵冰沙 秋葵汆燙過 然後冰鎮加蜂蜜下去打 就成為秋葵冰沙了 加蜂蜜 就炒行農會得提供秋葵冰沙拼上 現場景喜歡如何製造 由中工管理行業的講師 顏麗勳來喜歡 將殺過的秋葵加臨蜜 和冰角做火架 更搭配火龍果、點水 就成為少數的秋葵冰沙 現在喝冰沙真的有夠讚 加蜜蜜 加蜜蜜 真的原本 你喝秋葵 其實我們裡面有收集 日常會感覺上 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看這個生意 就覺得非常讓我們的驚豔 另外還會考慮秋葵美人燕的滿漢料理 其中家鄉風味野菜盤 都是用家裡在地的都散 包括秋葵、番茄、蔬菜、玉米、小黃瓜、南瓜 還有加入胡麻醬、優格醬 添加香味 胡麻醬用意增加風味 會讓很多人不喜歡 會怕吃秋葵 但是我們用這個胡麻醬的味道 把秋葵微微的覆蓋過去 讓它兩個味道做一個提升 還有加上那個優格醬 優格醬就會讓它的酸味再多一點 所以整道吃起來就酸酸甜甜的 還有香味這樣 主持人跟大三種東西 不敢吃 就是青椒、薑和秋葵 但是今天之後 在我人生當中 不敢吃的東西拿掉一項 我秋葵敢吃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食譜 還有大家在介紹 所以人的消費心理是會被影響的 顏麗勳標示 秋葵料理集合的三型天然的黏液 初代泰北粉丁澱粉 適合作勾芡的料理 西深褲耀紅 跟他一起採訪報道